大家好,大家午安 非常荣幸今天我们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CDP以及说跟大家分享与气候揭露 然后如何可以帮助大家紧贴国际的永续采购趋势 我是CDP的Alem Elyn 那我负责台湾以及香港两个市场的企业合作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我们首先会简单介绍一下CDP 那我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那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们公司有在向CDP揭露的 可以举一下手吗 好,不错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不是很了解CDP的工作 那没关系,我们待会也会介绍 那如果大家已经有在揭露的那非常感谢 应该过去几个月也是非常忙 因为是CDP揭露的周期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 我们是一家非盈利机构 那我们运营的是一个全球的环境数据揭露系统 那到今天为止 CDP已经是全球最大 拥有就是最大的这个企业 自行揭露数据的一个数据库 那我们是如何运作的呢 其实可以看到左边我们代表着的是资本市场 我们的投资联署人 那我们是代表七百多家这个金融机构啊 银行保险公司 Asset managers 他们去要求企业揭露他们的环境数据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样本啊 我们是如何挑选哪一些企业需要 回应这个投资者的要求的呢 其实我们的样本取样方式也是非常透明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按地区的 看一些指数 那有一些是看指数 比如说MSCI ACWI的 MSCI Small Cap里面的所有公司 都会被纳入我们的样本里面 那如果是以地区来讲 比如说日本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上市公司里面 最大的首一千八百家 都会被纳入我们2023年 这个揭露的样本 那除了资本额这个Market Cap以外 另外一个考虑的方向就是环境的影响 那有一些行业可能它没有上市 可是它是具有这个巨大的环境影响的 也有机会被我们纳入 这个我们叫Investor Sample 这个投资者的样本里面 那可是大家更熟悉或者是觉得 我并没有上市 那是不是CDP揭露就与我无关呢 那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 驱动力其实是来自于采购机构 就是我们的supply chain member 那这些member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是大型的一些采购公司 那比如说以台湾来讲 就是台基 Acer HTC 中华电信这一些 都是有加入成为我们 这个supply chain member的会员 那他们就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力 去要求他们的上游供应商 去揭露他们的数据 那另外还有最下面的政府 或者是国际仓益 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RE100 SBTI这一些国际的仓益 也是有要求或者是鼓励公司 透过CDP去做一个暗年 每年度的去更新他们的数据 来透过提交给CDP 就直接可以分享给他们 做到一个追踪的作用 那可以这边分享一个 或者是政府一些 组织他们使用CDP 这一个很是有效的方法 来跟中小企业议和的一个方式 就是最近 这个是最近可能是 我记得上个礼拜吧 新加坡的Enterprise Singapore 就是他们的一个政府的部门 他们就利用CDP的平台 去要求当地的中小企业去揭露 让政府可以更掌握 这一些中小企业在气候上面的作为 的做法到哪一个程度 那所以说我们已经逐渐的开始看到 不只是一开始 资本市场跟大的一些国外的机构 或者是企业会向供应商 或者是向对于这一种数据有兴趣 而是政府以及说各个民间团体等等都会要求到这个数据 那我们是以什么方式来搜集 其实我们现在有三个问卷 那他们是以不同的环境议题来分类 比如说第一个是气候 然后另外一份就是水问卷 然后还有森林的问卷 那这三份问卷也是跟TCFD一致 那待会也会再讲一下TCFD对大家的影响 那我们经过这个开放我们的线上的平台 供大家去填报这些问卷 提交了以后 这些数据是会在经过CDP去优化 去处理之后 就回传给要求大家揭露的这些要求方 好 那刚才讲到CDP的数据 那其实这个数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让CDP可以在国际上 在ESG这一个领域里面 维持在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其实我们的数据就必须要是标准化 标准化就是我们同一份问卷 虽然有一些是产业别 有一些额外的题目 可是整体来说 大家要回答的问题都是同一份 无论你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 那所以收集得到的这个数据 就是标准化的 那标准化的数据可以做到的 就是让投资人 或者是任何需要你们数据的这个组织 可以比较 所以Apple to Apple 就是有一个准则是可比较的 去做标的 或者是更理解大家的作为 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数据必须是accessible 容易去达到的 容易去得到的 那这一个方面我们是如何做到呢 其实我们就是有数据授权给不同的范围 那这边可以看到比如说金融市场 那我们有除了说刚才讲的投资者联署人以外 那我们也有分享给不同的平台 比如说Bloomberg Terminal 比如说不同的这些成分股指数 他们也是有授权CDP的数据 那除了是金融市场以外 其他的比如说学术界很多大学也是在询问我们 可不可以取得我们的数据 然后民间的团体 比如说刚才讲的SBTI RE100等等 还有政策研究 其实我们也是有跟各地的政府去做这个议和 那我们主要议和的部分可能是针对证交所 他们如何可以把这个揭露的法规更符合国际的标准 那这边就是呈现说我们实际上收集的数据 以及议和的对象有哪一些 那第一个就是各位大家企业 那我们去年已经有超过18700多家企业 像CDP揭露 除了企业以外 其实我们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是城市 就是比如说台北市台中市等等 全球不同的非就是这个city 城市的政府 都有向我们去揭露 另外有states and regions 就是州与区域 就是像是美国不同的州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当然跟我们的procurement 就是像是Walmart Target还有等等 我们全球超过280家这一些 supply chain member去做议和 就是帮助他们跟他们的上游供应商取得数据 再来就是超过720家刚才讲的这些 投资者 联署人 而这一个趋势我们知道是一直会往上的 因为这个就看得到我们从2003年 其实我们是一个蛮新的机构 可是在气候这一个议题里面呢 我们已经算是蛮久的 历史蛮久的机构 那2003年开始一直填爆的加速 企业的加速一直增加 大家可以留意到就是从2018年后面也是大幅的上升 那除了说我们的问卷跟TCFD做了一个一致性以外 其实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供应链会员 刚才讲的supply chain member一直大幅的增加 那他们有一个骨牌的效应 就是你要求你的上游供应商 那他会开始注意到气候揭露在一个议题 那导致说他们也会开始向他们的上游供应商去询问 那我们聚焦看一下台湾的这个表现 其实去年来说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大幅的成长 比如说气候为主 就是气候的问卷 按年我们提交的加速是增长了30% 就是非常多的一个升幅 而且刚才讲到不只是上市公司 看到就是确实65%有填爆的台湾企业都是上市公司 可是有170多家非上市公司也是有向我们填爆 那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供应链的这个power 就是procurement power是非常的powerful 好那这边跟大家也讲一下这个国际上有什么 关于会影响到供应链的一些揭露的趋势 那我这边简单讲 因为专家应该比就是我最熟悉的还是CDP的这个平台 那其他当然都是很相关的 那比如说TCFD 当初是G20的中央银行财长 他们全部走在一起 就是为什么要组这个工作小组要有TCFD的建议 其实他们开始意识到市面上并没有足够的气候相关的资讯 可以给他们做有效的决定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知道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了 可是怎么样把它在财务报表上面呈现出来 怎么样把这个风险可以量化 变成一个财务的数字 那当时是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做法 那所以就成立了TCFD 就提倡说透过这四个主要的核心理念 然后里面再有一些建议去鼓励大家应该要揭露 而且这个方向是说评估气候风险对你们的影响 把它放上一个数字 一个成本 一个金额 这样子银行家跟金融机构 他们才有办法掌握说这个风险 对于他们的报表来说是有什么影响 那所以一开始确实是非常的金融机构focus 而这个TCFD2017年公布了这个建议以后 也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把它立法 或者是纳入到他们本身的这个揭露的法规里面 那当然一开始因为就是G20提出来 所以大家当然都是很支持的 那所以在这边看到不同的国家 其实已经是成为一个mandatory 强制要揭露的一些东西了TCFD 那TCFD以后是不是就结束呢 我们就看到其实并没有 就是这一方面的议题是持续的推进 那ISSB ISSB其实它是IFRS 不好意思 很多acronom IFRS旗下的一个理事会 委员会 国际永续准则委员会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IFRS 可是大家应该会知道 现在的这个台湾的财务报表 就是accounting的这个原则 就是来自于IFRS 他们定的准则 然后把它adopt 成台湾的准则 那这个是各国都会有这个做法 所以IFRS的地位 就是大家会知道 它是会为国际定下一个基线 一个baseline 而ISSB它做的事情是 发布了两份新的准则 而且是6月 今年的6月上一个月 才刚刚发布这一个完整 就是final的 之前都是草稿 那上个月是已经发布了 final的这个standard 那它有S1跟S2 那S2就是standard 2 其实就是气候相关的资讯揭露 那对于大家的影响会是什么 部分的国家 它以前用TCFD的将会 比如说英国它就已经说 我们就会直接使用ISSB 那欧盟它说我的准则比ISSB可能更严格 那我就用我们自己的 就是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演绎 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准则是一个基线 而IFRS ISSB这个S2准则跟CDP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公布了 CDP的问卷 从明年开始我们的问卷就是跟ISSB一致 就是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揭露系统里面 那所以如果公司想要跟ISSB去做一个一致性的揭露 可是不知道从何开始 那CDP问卷是一个很好的起步点 那国际上除了刚才说ISSB这个新的发展以外 还有欧盟就是CSR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最近就是有公布了这个 企业永续报导指令 或者是报告指令 那里面就是跟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时程表 如何纳入更多更广的议题 以及企业都需要去进行非财务揭露 那美国的话也是 证券交易所也是有相关的要求 那比较有趣的是 他们要求的不只是大的企业 而是会把它发展到去涵盖更多中小企业 而且都会问到范畴3的碳排放是多少 那范畴3是什么 我们待会也会再讲一下 那这个只是给大家看 就是说欧盟它的法规 落实的时程表 其实它是用一个导入式 就是可能一开始比较宽松 比较大型的企业去开始做 可是它已经定下一个非常完整的时程表 是如何会牵扯到中小企业 在欧盟营运 甚至非欧盟的企业都有可能会被纳入这个要求 那这边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说 因为国际的这个法规跟准则 其实一直都在演变 一直都在持续的演化 那CDP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其实希望大家可以看成我们是一个工具 去帮助企业去分析哪一些议题 对你们来说比较重要 或者是可以首先去处理 因为气候的范畴就是这么多 从碳组织到设目标到碳定价等等 而且不只是说你们的永续发展部门 你必须要把财务 把采购部门 把不同的部门都拉进来一起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框架 去协助大家去coordinate不同的部门 以及资源 而且我们提倡的就是最佳的做法 就是我们也会给一个评分给企业 那这个评分是如何给我们有一个公开的评分方法学 给大家参考 就是变成你会知道说 如何怎么样的做法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分数 以及是国际间认可的最佳做法 那这边会再详细地讲说 CDP如何可以帮助大家 跟国际不同的这些建议 或者是标准做一个一致性 那比如说我们之前 TCFD在2018年的时候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它是一些建议 它比较模糊 并不会真的跟你们说 我有这个建议 可是里面内容应该如何去揭露 它并没有很清楚 那所以CDP做的事情是 把它变成一个问卷 一道一道问题 然后去让大家去回答 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问对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不是一层不变 不好意思 我回去一下 刚才这一个表 就是我们的问题的组合 那你看到有不同的模组 从治理 风险 策略 这一些就是TCFD提倡的东西 目标也是 然后是一些比较要写 Qualitative的内容 可是下面也有非常 Qualitative的问题 比如说排放的数据 能源的使用量等等 那比如看到C15 生物多样性 不好意思 这里有一个错别 这应该是2022年 我们第一次加入的新模组 所以我们有注意到 就是国际的要求 已经不只是这一些 我们平常的议题了 还有生物多样性 所以我们就加入进来 然后大家就可能还没开始 考虑的就是没关系 我们就是一个工具 去trigger就是公司说 原来我需要开始注意这一块了 那我们当初做的事情 就是把TCFD建议 跟我们的问卷做一个mapping 然后知道 OK 我们需要问哪一些问题 然后也给一个指南 就是告诉大家说最佳的做法是什么 那欧盟的ESRS 我们也是将会做一样的事情 因为CDP是一个国际的组织 所以我们的报告平台 我们不只是服务欧盟的公司 所以我们并不会跟ESRS 做一个完全100%的一个一致性 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我们定立最佳做法的标准 那无论你是在哪一国去营运 只要是CDP里面得到就是认可的话 那在国之间都是最佳的做法 那另外一些趋势 就是为什么你们收到越来越多这个要求 来自客户的要求 其实也跟SBTI有关 就是一个科学基础减量目标 那加入了SBTI的公司 范畴3达到一定的这个量的时候 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减排的方法 的目标 不好意思 就是设定这个供应商议和的目标 那他要达到的就是说 请他的供应商也设SBTI 或者是说他至少 他必须会收集他的范畴3的数据 他才有办法跟了解他自己如何设SBTI 或者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SBTI 那所以无论是要求供应商去设目标 或者是要求供应商提供更多的碳排数据 都是我们看到的趋势 而不同的政府就是在国外为主 他们也是有 比如说挪威 他们也是要求这个国企去设SBTI 然后美国政府也是有更要 就是有更高的要求 希望供应商去设这个SBTI 透过SBTI 那有一个案例还蛮有趣的 那就是美国联邦政府 就是白宫 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就有提出一个方案 就是要求他们的大型的供应商 都必须要透过CDP 去每年揭露他们的风险资讯 那他有非常明确地定名 那个threshold在哪里 就是合约额有达到75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 那这个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项目 因为政府本身其实就是最大的采购商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flagship 而且我们可以期望越来越多的不同政府 会也是成为我们的资讯要求方 就是刚才记得那个diagram里面 最左边的那些要求方 那里面也看到有一些SBTI相关的要求 我对于供应商 那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从 市营private sector 就是慢慢走到public sector 好 那这边也讲一下 那个脱炭的重要性的微供应链 不好意思 如果时间上我没有在计时 那个同事可以提醒我一下 那什么是范畴三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那我简单讲 其实范畴三是非直接的一些碳排放 就是你的公司边界以外的碳排放 那这边的例子 比如说你是供应商 你提供货品给你的客户 那你也是你的客户的上游 那所以刚才这个 参事也有讲到 就是平均是11.4倍 这个供应链的碳排放 那所以它也代表着有一个风险的存在 所以这个就是有73%我们的供应商成员 他们说会因为供应商的环境绩效不佳 而放弃这个供应商 那所以对于供应商来说 中小企业来说 那个好处在哪里 就是开始气候揭露 那第一个监管收紧钱做好准备 我觉得就是刚才已经讲很多 那这边就focus 另外两个 就是cdp的数据可以帮助你达到很多国际的舞台 那所以就是你填报一份 就是可以给很多不同的平台 除了平台以外 它也会帮助你得到更大的融资机会 这个是一个based on一个research 就是说有向cdp揭露的公司 它比较容易贷款的几率会比较高 然后还有跟客户的沟通 就是我们全球280多家的客户 都在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去报告 那所以是一个沟通的主要桥梁 那最后对于供应商自身来说 也是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们有一个分数 那你可以按着这一个阶梯 去慢慢地改善 那而且里面都有可以translate 非常明确的行动是什么 那你就知道 比如说你现在还在收集 范畴1跟2的排放数据的话 那你就知道下一步 可能你先收集数据 下一步再去识别风险 然后再来才是积极地减排 设目标 最后在leadership的话 可能已经是有设SBT 有跟你的上下游去做议和等等 就是非常地行动去导向的一个问卷 最后你们也会得到一份 就是你们的score report 就是告诉你们 刚才那么多的模组 哪一些范畴表现比较佳 哪一些地方可以跟同行比 还可以增进 那所以就是我们觉得碳排放揭露 就是一个旅程 就是希望大家开始 可是第一步永远都是开始去揭露 因为你没办法去管理你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先开始揭露 才有办法继续改善 而且我们的数据也告诉我们 公司揭露的次数越多 它们的表现 它减排的表现也会越好 那这边就是我最后一页 就是总结一下 大家可以参加 就是CTP揭露的好处 那我这边就不一个一个讲了 就是只是一个总结 那希望大家就是听了之后 有觉得有一些新的知识可以知道 然后以后也欢迎跟CTP的同事联系 就是加入我们揭露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